當初點我挑保險箱跟他挑秘書趕快 第一個標準一定要漂亮 你們看一下這保險箱 漸層面板 包含他支援兩種解鎖模式 第一個指紋 第二個他有熱感音裝置輸入密碼 你按再多次都不會有密碼那個數字魔號 讓人家猜出你的密碼的風險 你不要看他小小的喔 他安全一定都幫你想到 內建風靡器如果有人把他搬走 或是傾斜45度角 他裡面的風靡器就會發出聲音 去提醒大家幹嘛 誒要注意喔 這一台東西正被搬走 時薪加粗的門栓跟加厚的門板 可以保障你的財物財產安全 重點是他有通過紙類防火認證 所以你的信義區地氣大安區地氣 沒問題這些放在裡面都是OK的 然後最近有些朋友打電話來問我說 欸海底 不是海底我是密書 欸密書 請問你這個保險箱 如果放個台幣 可以放大概多少錢 來我很貼心 跟大家1比1整身還原了 100萬紙鈔 大概是這樣的高度寬度 讓你們看一下喔 大萬 沒大萬 來400萬 400萬一行是OK的 所以我這邊可以大膽預測 放個1000萬台幣 都是沒問題喔 他萬一超過1000萬 啊超過1000萬嗎 我個人是沒有在困擾喔 如果你是這樣的大貨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上發易金庫他們的官網 鈴鐺滿目 所有的保險箱 你可以直接挑選 我覺得放個5億都是沒問題的 找保險箱到8億就對了